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宗成 我今天跟各位聊个话题 今天是2018年9月24号 就是中秋节 一讲到中秋节 我的小时候就是迟熬看月 拿着那个螃蟹,吃着螃蟹 然后赏着菊花,然后看着满月 全家人团聚 可是现在在台湾的中秋节都不是这样 到处都是烤肉的香味 大家都烤了,埋头烤肉 熏着一身这个肉味 而忘记了月亮在哪里 也忘记了欢居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以前文章已经写太多 我们不讲 今天讲的主题是 跟各位聊的主题是 我们知道月亮上,中国人对月亮的 那个想法里面说 神话里面有,月亮上有玉兔 在导药,另外还有一个吴刚 一个很苦命的男人 拿斧头砍那个桂树 那个桂树被砍 被砍一刀之后 砍一斧头上去之后 他立刻又长出这个树来 然后再砍,永远罚不完 被处罚在那边做劳益 无期徒刑 而且劳苦终生 永世不是终生 一直在月亮上做苦 另外一个就是 后裔的那个老婆叫嫦娥 因为她偷了这个 希望我们给的灵药 长生不是灵药 结果吃了以后,飞到月亮去了 变成一个 一个永远的这个 单身女人 在月亮上,不知道要干什么 嫦娥在月亮上 可能午夜还是在织布 没有在织布吧 天天在那边跳舞 这个我们不谈 我今天很意外 我在《大唐西域记》这本书里面 《玄奘写人》 它有讲到印度人对 这个 这个月兔 的传说 这是佛教的传说 那其实在这里 书里面 其实这个 这些传说 应该讲说 不是佛教 而是佛罗门 也就是那些搞神 就是以神职的 各种宗教 各种外道 都是这样 它是印度教 混合在一起 这些所有搞神 以神 以祭司为业的人 都叫佛罗门 不只有佛 佛教徒在 佛教传教是在 那个书里面 这叫沙门 就是指名的就是沙门 另外还有一个叫 泛字 泛字也不是佛教徒 它是外道 它是外道 那另外其他 就更多了 我们的竹帆不羁被窄 因为印度是宗教大国 万教齐巴 满天神佛 我们今天来 专门来聊一下 这个 印度的这个 这个 这个玉兔的这个 月亮上有个兔子 这个在第七卷 第七卷的这个 里面有一个故事 它说在这个烈士池 旁边 西边有三个动物的一个塔 这个塔的来由是这样 他说如来在修菩萨行的时候 烧身之处 那个 那个如来在 就是释迦摩尼在 没有成道以前 在历代 他都有什么割肉 胃 胃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低血 去胃那个什么 胃那个叶叉什么 反正就是 犧牲自己的肉体 生命 去成就别人 让别人存活 这都是佛教传说 就是一切为人毫不为己 不惜牺牲生命 因为他的生命是一直轮回的 不会死的 在人世间死之后 马上又投身到另外一个 这个胎界 仿佛是一个 一个不死的这个 不死鸟一样 这个是佛教的疏散之处 让人家忘却生死的痛苦 但是他也是他的败笔 因为这样让人觉得说 死不足惜 在不会珍惜生命 那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故事的源头 是在释迦牟尼 在修行菩萨行的时候 菩萨恨的时候 烧生的地方 这个在这个 这个贤节之初 这个树林里面有 有三个动物在一起 一个是狐狸 一个是兔子 第三个是猴子 猿猴 这三个小动物 在一起生活的 在这个荒野里面 生活的非常融洽 非常快乐 结果在天上的 那个 第四天的那个天神 就看到 就是说 就想要测验一下 你们这三个小动物的 修行的 道行到什么地方 他就从这个 从天上 就下降 下降之后 他就把自己变成一个 幻化成一个老人 一个老头 他就跟这三个 三个动物讲说 他说 你们三个 过得快乐吗 安稳吗 他说 这三个动物 这个 就跟他讲说 这边的这个 草 这个草木 这个 丰盛 然后 这个树林也 水果什么 都不缺 像 像那个 兔子 他是吃树 狐狸 他吃 他可能也是吃水果 在这个火睛里面 另外还有猿猴 他吃水果 那 那这个 他说 那这个 那这个 异类同欢 皆安且乐 也就是说 我们虽然不同类 但是我们在一起 相互非常的融洽 不会有什么争执 不会有吵架 打架的情形 然后 这个 第四天的这个 幻化成的老人 就说 那听说 你们两三个小动物 潜意深厚 所以 那我今天是因为我忘记 我这么老朽 从远到来拜访你们 现在正是饿得要死 你们能不能够提供一点食物给我吃 那 这三个小动物就讲说 好 那你稍等一下 我们马上去 去找 到处去找食物 于是大家就分头去找食物了 那狐狸沿着水边 沿着水边 沿着水边 就咸了一只鲤鱼 他 狐狸没有吃素 他咸了一只鲤鱼 回来 想给这个老头吃 那猿猴到树林里面去 去采集了很多的 那个 一些新鲜的水果 石令水果 通通通来自鲤鱼 拿给那老头吃 结果兔子 他空手而还 他没有拿任何东西回来 结果他 他回来之后 就在那个地方上 蹦蹦跳跳的 那个 好像 不知所措 这老人就跟他讲 这老人就跟他讲 这样子 从你们现在的行为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你们 你们这个 并没有 你们并没有合作 一起去做什么事情 那个 猿猴 跟狐狸 他们 他们 各自有自己的本事 这种猿猴 结果 可以拿一些食物 来 招待我 只有兔子 只有兔子 你什么本事也没有 你就空手回来 从这个 就看出来 你这个兔子的诚意有限 就是 别人都是拼着命 找到食物给我吃 现在你什么都没有 空手回来 那兔子听到这样子 这个老人对他的嘲讽 他就跟 猿猴跟狐狸讲说 那你们大家去找一些柴火,等下来把柴火找来这边,我们把这个火点起来之后,我有食物要提供 狐狸根的猿猴就马上就四处奔波去找这些草,枯草,木头,柴火来这边,集中起来之后就点火 然后那个火就慢慢就很知识盛,那兔子就跟他讲说,他说各位,我这个卑劣的身子,想要找食物都找不到 但是我可以用我的肉身来提供你们吃一餐,也就是他要自己制焚,让他的尸体给老人吃 意思就是说,就跟那个割肉,胃因跟那个滴血胃那个叶叉一样,他就是要牺牲他自己,把他的肉给这个老人吃 意思就是说他的诚意非常高,不是只是采采野果的买之鲤这么简单 他讲完之后就跳到火里面去,就烧死了,这时候这个老头就恢复,他是第四天的天神嘛 那他说,那就恢复成他原来的天神的样子 然后把那个火一下子就吹灭了,然后就把这个兔子的尸体,烧焦的尸体,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就蛮感伤的,就讲很感伤的一段时间,就跟那个狐狸跟那个猿猴讲说 哎呀,为什么一下子这么一下子不可收拾 那个我现在受他的那个诚心的感动 那我现在也就,也对他没有,他已经死了嘛,兔子已经烧焦了嘛 他说我只有把他这个兔子,这个让他那个寄放在月轮,也就是在月亮上面 传乎后世,所以这边的人都说,所以印度人都说,月亮上面那个兔子 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有的,以前没有,是因为那个地四天神 把那个兔子的那个遗骸,遗骸是黑的嘛,烧焦了嘛,所以把它丢到那个月亮上去 所以我们看到月亮上有个黑影,那就是中国人叫玉兔,印度人是说 那是那个兔子的饭,那个烧焦的尸体 所以后人就在这边建了这个,建了塔 那这个就是印度人的月兔的传说 那实际上我们大家知道,古人对这个月亮上的这些形象 是因为他用肉眼来观察,月亮是圆的,可是他身上有个黑影 那黑影的形状就让他们产生很多的幻想,就编造一些神话故事 像中国人说是一个兔子在导药,兔子那个爪子怎么去抓那个蜍啊? 怎么去导药?它导什么药?难道就是导这个嫦娥的不死仙丹吗? 那是西王母送的,药的话再去找西王母比较对吧? 怎么在那边导什么药?中国人是玉兔导药 可是印度人他同样看到那个形状像一个兔子 但是黑的影子,所以他认为是烧焦的兔子的尸体在上面 是因为第四天王把它放在那边,留作纪念 让以后人家抬头一看,每天晚上都可以看到 月亮上有一个玉兔子在那边,有一个黑的兔子在那边 以致纪念就是说他舍身为人,毫不为己的伟大精神 这是印度的传说在大唐西域记里面 以上跟各位分享,谢谢